我們國家從不同的國家進口雞蛋 都會根據當地的雞蛋的包裝廠 擠貨廠以及它的運輸的條件而有所不同 那以巴西進口的雞蛋來說 它的有效期間是120天 那今天媒體所報導的 相關的這些雞蛋標示的一個問題 那據我們了解 它的雞蛋的進口是在5月25號到5月27號 那它的有效期間是在9月24號到5月27號 換句話說 現在目前市面上的所有的8G雞蛋 都是合格安全在有效期間之內 那業者的標示錯誤的問題 那據側面了解業者在今天也已經自動下降 那食藥署在昨天也會派員了解 那相關的結果應該會在今天進出的一個公佈 那另外有媒體報導 說我們進口的雞蛋經過水洗後 它的有效期間都是一個月 其實這是錯誤的 我們進口的雞蛋經過席選後的有效日期 完全還是要依照原來來源牧場的有效期間為主 而這個有效期間會標準 會當初在進口雞蛋進到台灣的時候 衛武部食藥所發給的食品的一個相關的一個輸入許可裡面 就非常清楚的標示它的製造日期跟它的有效期間 而且巴西進口的雞蛋以及其他國家進口的雞蛋 每一批都有這樣的一個標示 那葉子拿到這批蛋以後 它的標示 不管它什麼時候進到席選場 它的有效期間都要根據來源場所 核定的一個日期來標示 農業部再次強調 目前是巴西進口的雞蛋都在有效期間內 請大家放心的使用 台農和新興蛋平的那個洗選蛋 就是有負責論 我們都沒有標示 我們都按照規定的標示 還保證消費者買回來的機能 這麼安全又派 跟中共有什麼弄法的派 我們也要負責 負責的那個補充消費者 再來 現在那個11號室你說這個標示不符 我們就全民都回收 一群的車子 中共又會有感覺 我們都沒有油 現在團隊都連著 有樓的車子 也會還是不行 我們是很開心 我們一起計努力